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取一個立常數 K的彈簧 細一質量M的物體 綁一個質量M的物體 做這個上面 這個圖 他的這個安排 那麼他做減血運動的這個周期是兩米 也就是說 他的那個周期 這我們叫T1 或叫T T的這個是等於2π 然後K分是M 這個是等於兩米 好,那麼現在 這樣的彈簧 切成3比2的兩段 改裝成這個樣子 那麼他的振動周期 變為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的話 我把它切成兩段以後 彈力常數比原來要小 這個我把它 先把它割成五等分 割成五等分的話 每一等分 彈力常數5K 然後我再把這個 三等分把它串連起來 這三等分串連起來以後 就變成三分之一倍 三分之5K 這個是這一段 他的彈力常數 這一段的話 就是五小段 這個割成五小段以後 兩小段給它串連起來 所以是等於二分之5K 每一小段是5K 兩小段串連起來 變成二分之5K 這是K2 這兩個彈簧 它是並點 所以它的等效彈力常數 K 大K 大K 是等於三 等於K1加K2 所以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5K可以抽出來 那就三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 這是六分之五 所以是六分之5K 好 525 六分之二十五K 這個加起來是六分之五K 這個加起來六分之五 再加五K 就六分之二十五K 好 那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呢 二P 大K 或是小M 這樣等於多少 二P 小M 大K 是六分之二十五K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就等於那個 五分之根號六 乘以二P 我老師寫錯 五分之根號六 二P 大K 這是K分之小M 這個題目 它說是兩秒 所以就五分之二根號六秒 是一分之一 是一分之一 是一種 是一種 谢谢观看